好 最近 好帅啊你 哇 你这件夸我帅 嗯 好可怕 你来坐 我坐你坐你坐 你坐你坐 你坐你坐 你坐坐坐 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希哲 你不要坐着吧 我站起来吧 好啊 好啊 这样子 浮上你的地方搭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你是在Q他的身高梗吗 不是不是 我逗他玩的 嗯 那一般大家这么说的说 隋约琳是什么反应 我没有什么反应啊 我早就失误为常 对啊 就是 挺乖的这个身高梗 对 所以每天拍戏都是 哑着头拍戏的 嗯 吃颈椎啊这样说好 不然 就应该是这么拍一点啊 嗯 是 这角度是不是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 有吗 如果从背后拍 他的背后拍我们的话 摄影视机不是胡话 他可以反倒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 这个角度 就这个角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和 某位兄弟有感情线 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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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感情线 是 是 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 不一样的戏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有某位兄弟 对某位兄弟 还不能碰我吗 不能 这个是 某位 拜拜 谢谢大家 又 Doesn't 累累 累累 好啦 嗨 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嗨 我是 官蓬 矬子妹 你好 你可以摆一个 觉得最性感的表情 记化 你为什么要嗨我 我要维护笑自己的现象 我最亲感下的表情就是 你的 不是 不是那你可以 别人帮你啊 别人帮我是什么意思 帮我摆出很性感的表情 就是咬一下上嘴唇 那我做你也做 真的吗 你先 你先 一起 咬上嘴唇的性感就是 一起拉 一起拉 一二三 我没看到你的 我做了 有一次他就是很期待可以收到新手机 然后呢 然后那个手机就是 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真的手机 然后结果打开来 里面是一个糖果 然后他还有放那种铁板 就是让他 那个重量会让大家觉得 那就是一个新的手机 然后他就整个 整个大抱头跪在地上 然后就很生气的说 这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剧文都乱摔一通 然后就觉得哇 这你的 这你可怕 会不会这次采访了之后 你们的友谊就没了 就决裂了 本来也没什么 对啊 也没有什么友谊啊 拍三个月好像也不太熟一样 对啊 嗯 真的啊 真的啊 这是 所以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合作是吧 差不多吧 如果以后有什么 反目成仇的戏 那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好了 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和F4几个 关系还不错 相处的 非常和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流行换员 拜拜 对啊